穿着灰色上衣的妇人 站在窗户外 用抹布慢慢擦拭灰尘 但她站的位置可不是一般阳台 而是大楼外墙 仔细看妇人的身边 既没有阳台也没有护栏保护 稍微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地面 而且桃源这栋大楼 14层楼高将近45公尺 妇人站的高度也有40公尺左右 万一不小心跌下来 后果不堪设想 看到我早就叫她进来了 她为什么那么拼 我也不知道 我有跟她怎么不要出去外面 对啊 我也不知道 还是跑出去外面去 一旁的工地主任健壮 赶紧劝妇人回到室内 因为看看妇人站的位置 光是用看的 就已经让人觉得很恐怖 只是为了打扫如此拼命 附近的民众也觉得夸张 什么大楼的危险吗 你觉得这危险吗 当然很危险 怎么说 因为妇人他没有安全措施 在外面等一下掉下来怎么办 因为这栋大楼 都还在施工当中 怀疑可能是已经购物的民众 提前进入打扫 才会出现这样惊险的场面 也幸好妇人经过提醒 就回到室内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只是惊险一瞬间 也让募集民众 都替她 灭了一把冷汗 记者林中正廖宇志 好编报道